欢迎来到夏普眼频道,在这里,你不能错过一天中最热门的新闻。 立即订阅频道,以免错过最引人入胜的消息。 非常感谢。 点。6月11日更新,杨阳在录制下一站大学节目,鼓励大学生时充满青春活力。 正如我们昨天6月10日提到的信息一样,年轻而迷人的演员杨阳刚刚参加了, 有百度主办的下一站大学节目的录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 他的出现不仅吸引了网民的注意,还在在线社区引发了热烈讨论。 杨阳以他年轻而迷人的形象而闻名,不仅在荧幕上,也在日常生活中。 他在角色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观众喜爱并敬佩。 他在下一站大学节目中的出现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选择,为节目带来了心意和青春活力。 下一站大学是一个关注大学生发展的节目,为年轻人提供有用的信息和指导。 杨阳的参与增添了关注和积极影响节目。 通过积极传递关于年龄不应成为阻碍个人发展和追求梦想的正面信息, 杨阳向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传递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下一站大学节目不仅仅是一场娱乐活动,还为大学生带来了实际的价值和利益。 杨阳的参与不仅增加了对节目的关注,还传达了积极的能量和深刻的意义。 我们应该向年轻偶像杨阳学习,他勇敢面对挑战并积极追求自己的梦想。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下一站大学节目希望继续关注大学生的发展,并为他们提供支持和帮助。 这是年轻人学习,积累知识和技能,自信和成功的规划和建设职业未来的绝佳机会。 杨阳以他年轻而迷人的形象赢得了赞誉,为大学生传递了积极的信息。 希望下一站大学节目能够继续发展,并为年轻人在追求梦想的旅程中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支持。